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 《异夏之情人》 第27集,新的身份 有了惊吓的肯定,路多的整个状态都不一样了 被情欲包裹着的感觉和被恋爱滋养着的女人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状态 惊吓也焕发出了与以往不同的光彩 李思佳不知道一场小小的车祸怎么会让他有这么大的转变 心里有些好奇,但还是打心底里为他高兴 下节,宁约的客人到了 李思佳笑着把上官姓领进来 自己又退了出去 惊吓打算重招助理的事情从来不瞒着李思佳 他也知道自己的短板,并不介意上官姓的出现 甚至当他看到上官简历的时候还很高兴地夸奖 惊吓的眼光不错 挑的人经历正和他助理的要求 这会儿见着本人 气质谈吐上比他在简历上看到的那张照片还要漂亮 李思佳觉得,惊吓这次是真的找对人了 送了上官姓进去 李思佳哼着小调重回自己的宫位 现在他心情很好 看什么都觉得顺眼得多 只是看到等候区里忽然出现的路多 他还是没忍住,小小地提了一下警觉 自从上一次惊吓那句小小的提醒之后他就很警觉 他自己无意间出卖了惊吓 也怕路多存着什么不好的心思有一套他的消息 现在只要是与路多打交道的时候他都会尽量提醒自己闭上嘴巴 路助理是来给金总送东西的吗? 老板现在再见客人 你要是着急的话可以留下东西 我晚一点送过去就行 嗯,蓝总让我来给金总送一份文件 给我吧 李思佳说着就去接路多手里的文件 可路多的目的不只是为了送一份文件 是特地绕了路过来想见他的 刚刚被确定了身份 他总觉得有些似真似幻 他想见他的心情比没有被肯定之前更兴奋 也隐隐约约的有些更忐忑 从不曾拥有的人 一旦拥有之后就总是害怕失去 路多按下手里的文件 抬头看着李思佳 带着笑意的眼神里闪过一丝锋芒 一闪而过 路多又恢复了往日的斯文淡定 李思佳心里一震 在想细看的时候 路多又是那副笑意温和的模样 他有些怀疑自己神经错乱 出现了幻觉 有些善善的笑笑 金总还在忙 可能会比较晚 那就请斯佳帮我和金总定个位吧 晚上一起吃饭 正好有些问题还想再探讨几句 路多不动声色地把李思佳的话挡了回去 李思佳的那么点小心思 在他面前可当真算不得什么 他也不会去和他计较这些东西 他特地挑着今天的这个时间过来 不单纯只是想见一见惊吓 也想见一见他选定的那位助理人选 那天他拒绝他做助理的理由 着实让他很满意 男朋友和事业不能搅和在一起 既如此 他也该为女朋友好好地摆一把关 不能让他身边出现不该出现的人才对 李思佳心又不快 但他不敢再和路多有表现 他总觉得刚刚那种感觉不是他的错觉 路多也并不是他所认识的那么单纯的大男孩 坚定了这一点 李思佳更加觉得路多就是个心机深重的男人 不可能像他这么单纯 等待的时间是漫长的 尤其是对于心有忐忑的李思佳 他不停地悄悄打量着路多 生怕自己一个盯不住他会闹出什么幺蛾子 一旁的岑玉连着看他几回 差点误会他对路多有意 有你在我会很踏实 有你在我也很踏实 上官性牵着惊吓的手出来 两人亲亲热热的不像是刚刚谈完工作的 反倒像是两个多年未见的老同学见面 一见到领导出来 李思佳立刻抢着跑过来 和今夏小生会暴露夺过来的事 吃了上一次的教训 他现在必须时刻地提醒自己 要和今夏站在统一的战线上 绝对不能出卖自己的领导 哪怕是无意的 也不行